当初,文在寅在总统竞选中,一举以高票当选,成为了韩国总统,其实也是韩民众自己的选择。 当时文在寅还是总统候选人,在演讲时,的确是做出了几个承诺,其中就有组织萨德的部署,以及改善民众的生活,这两个恐怕也是当时的韩民众最在意的事情,所以文在寅俘获了韩民众的心。 可是,在文在寅当上了韩国总统的这段日子里,韩国民众的生活不仅没有改善,萨德的部署依旧在持续,这就表明了文在寅所谓的承诺,恐怕仅是光说不做,不用负责。 这也就导致文在寅的支持率近期不断地降低,甚至是下降的趋势还在增加。 其实,在韩民众的心中,自从文在寅就任之后,就频频将精力放在蒲锦惠的身上,而不是放在韩国的身上。 不然的话,怎么可能韩国的经济,不会发生一定点的改变呢? 就连韩国的失业率基本都在升高,所以文在寅的支持率降低其实是有预兆的,也就是在文在寅支持率降低的关键时期,停普派抓准了时间,在8月11日举行了集会,叫嚣要无罪释放普锦惠,停普派的想法固然是美好的,可是按照目前的局势,就算是文在寅下台了,朴锦惠重新执政韩国的希望也不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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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